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来去给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大型网站的性能优化 因为这个话题的话呢 应该讲是非常大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讲的细致 非常的细致 细致到某一个技术点该怎样去做 这个也不大可能 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这个从这种广泛的角度上 也就是说从这种思路上去了解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需要去优化我们的网站的话 那么我们需要有哪样的一些步骤 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入手 去入手 这是我们今天最想给大家了解的话题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病人 你的网站 对吧 这个速度越来越慢了 那么就好像你这个病人这个身体现在越来越不行了 你现在呢 你要给他治病 你要给他治病 你就要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能快速地找到这个病人呢 到底他是哪一块有问题了 对吧 心肝脾会到哪一块有问题了 你要快速地确定 确定了之后 比如说他的肺炎问题 那你就很快地能够订阅他的肺 然后在肺你具体哪个地方有问题 那就是具体的涉及到一些细节的问题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时候就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站如果出问题了 那么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去检查他出问题了 以及呢 在哪些方面去对他进行优化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讲座的话呢 第一个不会涉及细节 第二个呢 是主要是比较宽泛的 但这个讲座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我也给大家讲过 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在面试的时候 那经常就会被面试官问这样一个问题 而没有经验的学生恰恰会被这个问题拦在门外 那因为你没有做过 你根本就没有做过网站 你怎么可能去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那所以呢 我以我个人的经验 那再结合呢 网上一些这个法则 那么来给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我们这个网站性能优化这一块 其实呢 我们网站性能的优化 从大的方面来讲 它无外乎三大方面 那优化 一定是在三大方面的优化 一个是数据库服务阶段 那数据库服务阶段一定是我们 不管哪个优化都跑不了的 因为它是最核心的 最本质的一个优化 因为只要你涉及到跟数据库打跃道 那你必然会就是说涉及到这个数据库优化 那么另外一块呢 就是服务器端 对吧 应用服务器端的优化 那么第三块就是客户端的优化 所以说我们的优化实际上呢 从这个客户端服务器这样去发行的话 它其实呢 就是三大块 那你都应该考虑一个好的优化方法 应该不是说某某某某一个某一个方面有化 而是说全方位的优化 那全方位的优化 一定是一个三大方面 当你去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时候 你也应该从这三大方面进行入手回答 首先服务器端你会怎样去做 你要考虑哪些方面 那么其次呢 应用服务器端你应该怎样去做 应该考虑哪些方面 然后呢 这个客户端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 那么再其次呢 我们的优化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分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大类就是属于代码方面的优化 那么另外一大类是属于硬件方面的优化 或者说一个是软优化 一个是硬优化 这也是你在优化的时候 你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我们优化的时候 如果能够通过硬优化去优化 实际上是一种最简单 也是一种最快捷 最高速 最立竿见影的一种优化方式 也就是说 我的网站速度越来越慢了 我只需要再加一块硬盘 或者再加一个内存条 这个速度立即就能上外来 你不要考虑 那你不要考虑其他优化了 因为这其实是一种成本最低的优化 虽然说加一个内存条 可能需要一点点费重 但这点的费重相对于 你通过编码 通过代码 通过其他方式优化 这个费重其实要小很多 所以说呢 优化里面 你首先考虑硬件优化 就是如果说能够通过硬件 通过增加服务器 通过增加内存 当然增加服务器你要考虑了 增加服务器的话 你就会涉及到 这个服务器跟内存条 不一个概念了 所以这里有一个成本的权和问题 就是说有个原则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硬件优化 能够比软件优化的 这样的一个代价小的 你首先就应该考虑硬件优化 因为硬件优化有时候带来的 这个提升是本质的 也就是说 它不是软件优化所能够比你的 它能够直接带来一个 这个很大的一个性能的优化 但是有些时候 我们可能未必就是说 硬优化就能够优化得了了 甚至于你通过增加硬件 不但没有增加效率 反而会降低效率 如果说你的这种整个框架的搭建 或者说某些部分没有注意 没有注意的话 实际上对你的优化的帮助不大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要考虑软件优化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 硬优化需要有一定的成本 这个成本非常的大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应该去考虑软件优化 所以说我们的优化 实际上 从这个 首先从这个层次上来讲的话 可以分为三类 客户端 应用服务器 和数据库 那么如果从这个软件 这样的角度来分的话 实际上也是分为两大类 一个是硬优化 一个是软优化 如果你是好问题 无外乎从正常方面去着手 那所以呢 我们下面的这个 给大家讲解的这样 这个目录 其实也就是从这个 几个方面去着手的 第一个就是高效的编码优化 那么 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谈的 更多的应该是软优化 因为硬优化 没什么好讲的 它更多的属于网络和硬件方面的知识 这个我们主要的 还是集中在这个软优化方面 那么对于软件方面呢 主要集中在客户端 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的三块 所以呢 我们也是从这三面三块 给大家来进行讲解的 第一个就是高效的编码优化 那么实际上 它属于应用服务器端的优化了 那么页面优化 那就是属于客户端的优化了 数据库访问性能的优化 这实际上是属于应用服务器端的优化了 那么包括IS的优化 包括网站加工的优化 这其实都属于这个应用服务器端的优化 好 我们接下来一一来看啊 首先我们就来看 我们最熟悉的这一块 就是我们的epidolet 假如说我们的网站 用epidolet做的 那么我们如何去优化 我们epidolet的网站 那么了解这些 对我们实际的编码 也很具有这样的一个指导意义 因为你实际编码的时候 你就应该考虑 这个性能优化问题了 大家看有以下这样的一些原则 你在这个做这个epidolet的时候 一定要需要注意的 那么第一个 就是第一大点啊 就是这个epidolet的性能优化 就是这个页面和服务器控制的处理 就是说在页面上的服务器控制的处理 是你要小心的 如果第一个 应该避免到服务器的 不必要的这个往返进 往返形成 在某些情况下呢 不必要使用这个服务器控制 和执行这个回传这样操作的 你就不应该去做 也就是说 在服务器端 在服务器控制和这个itmail控制 就是客户单控制 同等都能够完成同样 同样工作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我们呢 优先大家呢 就是说 有优先去使用客户单控制 因为服务单控制会带来这个 就是说 它首先需要把它解析成客户单控制 会带来一个解析上的开销 那么另外一点 服务单控制点击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发生 通常情况都会发生自动回传 所以说呢 服务单控制应该少用 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 尽量的控制 你看尽量的避免到服务器端 不必要的往缓行程 就是说我们经常有用 服务器控制有一种非常酷的功能 就是说比如说 一个下拉列表框 一选择 然后下面立即刷新更新 其实这种 这种操作就过于平缓 我们最好还是 中规中矩的用一个下拉列表框 选择之后后面一个 button 点击查询 因为它下拉列表框选择之后 它用户未必查询 所以呢 这样的话其实就减少了 这个不必要的 这个服务端的开销 所以 我们应该 就是一个原则就尽量 避免 让用户随时随地去刷新我们 我们这个应用服务器 比如说 像mouse down mouse over 像这样的一些事件里面 有时候 如果说我们的服务器控制 这边涉及到平缓的 在mouse down mouse over 像这样的一些事件里面 就平缓的向服务器去提交请求 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避免 一定要避免 因为它会 大量的 平缓的向服务器端请求 这会给服务器端带来很大的负担 那么同时这个地方也强调了AJAX 强调了AJAX 那么因为我们AJAX 它的目的实际上 就是为了减少到服务器端不必要的 这样一个形成的 就是通过一步提交 一步刷新 那么来减少这样一个 数据的请求量 就是说应该建议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AJAX 那么AJAX就分为两种 一种是客户当的AJAX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种就是AVDollar 它也支持这个 AVDollar 异步 虽然AVDollar 对这个异步的这个访问呢 已经支持的是非常的 就是说 就是说非常的完完善的 关于异步这一块 我没有给大家讲太多 但是大家知道 它可以做 如果说你对这一块 需要使你的AVDollar 进行异步的话 那么你查阅相关资料 可以有大量的相关资料 可以供你去参考 那么第二块的话呢 就是使用这个配置对象的 EasyPostback属性 来避免对往缓形成 执行不必要的处理 那么这个只要我讲 EasyPostback属性 我们就会给大家强调 如果在你的Pageload事件里面 对吧 页面的Pageload事件里面 那么你一定要加上 这样的一段代码 百分之九九的情况下 是吧 我们讲了都应该要加上这个代码 防止这个页面的多次回传 多次回传 第三个 第三个 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 才来保持这个服务器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视图状态 那么我们知道 视图 是EasyPostback EasyPostback的这个外部 外部开发里面 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有特色的东西呢 就是既有优点 也有缺点 我们知道 视图它可以做到一种状态保持 是吧 应该讲是本页面的状态保持 对吧 单页面的状态保持 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也就是我提交税议之后呢 如果说这个 在 就是说它还能够把这个数据呢 带回来 能够显示在我的页面上 就像温暴一样 这确实呢 大大提升在任务的体验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它的确定也是很明显的 对吧 因为 它的原理就是 把我们所有的服务 服务端控制的值 和键 编码之后 放到一个隐藏的黑暗里面 一起提交到服务极端 是吧 那么包括服务极端回传的时候呢 首先 也是把它回传回来 然后呢 恢复 再一次这个 在客户端恢复这个视图 里面格式对应的键值 恢复到我们的页面上的这个 每一个 空架上面去 啊 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耗时的一个过程 是吧 那么 适时的啊 合理的去进入我们的这个 Wheel State 那么能够给我们的页面 带来很大的那个 性能提升 尤其是当我们运用到大量的 这个Wheel State 这样的情况下 比如说 Data Girl Wheel Data Girl Wheel 如果我们送予量非常大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机油的才能圆满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Wheel State 代码量非常的大 我们基本上的情况下 都应该把把这个 Wheel State 进入 就Data Girl Wheel的 Wheel State 进入 因为 因为Girl Wheel啊 Girl Wheel 这个我们很少会建议大家 不建议大家 在Girl Wheel上面去使用 添加删除修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完全可以把它的 Wheel State 进入 因为你不进入 对你们来讲也没有任何意义啊 所以这个提醒大家注意 那么对于 Epidolite的这种进入 我们讲了也分为这么这么几 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单个的 控制的这个 这个Wheel State 进入 我们可以把控制的 Enable Wheel State 自动False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也可以是这个页面集的是吧 我们在页面上给一个指令 就是Enable Wheel State 为False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页面所有的控制 Wheel State 都进入了 都进入了 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是这个 暂点集的 对吧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Web Configure里面配置 这个进入Wheel State 那么所有的这个暂点 所有的这个控制 那么都会进入Wheel State 这个是这个Wheel State 那么给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下面的情况 基本上可以进入Wheel State 就是页面控制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第三方控制 就是ASCX 应该在这个ASCX上 把这个 这个这个配 这个这个Control 这个这个指令的里面加上一个 进入Wheel State 那么页面不回传给支撑 因为我们一点击这个页面 它导入另外一个页面去了 然后这种情况下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保持 当前的Wheel State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 你应该把当前页面的 Wheel State 是False 禁用 无需对控制的实践处理 像我们一个服务端的空间 点击提交 但是我本身我又没写它的Click 这个这个这个 onclick的服务端代码 你可能就把它当作一个GS去中了 那这个控制的Wheel State 你根本没有必要去中的 那么第四个 控制这没有动态的 或数据绑定的属性值 那就是说没有动态的绑定属性值的 像这样的控制 那也可以给它去去进入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像这个 比如说DataGear的Wheel 就是说你不需要对它进行编辑的 因为你编辑的时候你点击提交 那么输入了数据你希望下一次能够保存下来 这种情况下你可能需要用Wheel State 但是没有编辑状态 没有需要动态绑定的这样的状态的情况下 都不需要去使用它的Wheel State 这是一些建议 第四种情况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要关闭缓冲 否则的情况下都应该使其保持打开状态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建议你多去使用编冲 多去使用编冲 编冲我们刚刚讲过的 是吧 它绝对是应用服务器端第一个应该考虑的这个方案 就是说提高你性能的一个方案 就是利用编冲 当然我们讲呢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编冲它是一把双硬件 你一定要注意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说一些实时需要实时做具的这个页面 那你一定是不能够不能够去使用编冲的 那当然有一种解决方案就是 啊 例如我们讲的局部缓冲 对吧 来实现这种局部页面的缓冲 第四个呢 第五个啊 就是建议啊 其实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情况为了方便 习惯在意面跳转的时候 我们习惯去写这个 Response redirect 实际上这是一种最不好的做法 因为我们之前在有给大家讲一部照片的时候 我们讲的report redirect的时候 我们就大概给大家讲过这样的一种情况 它其实会多一次跳转 对吧 它其实会多一次请求啊 report redirect 它首先会向服务极端发送一个请求 告诉他我要进行跳转 啊 那么服务极端呢 会发回来一个响应 就是要跳转的一个页面 发给这个客户端 然后同时给客户端再发送一个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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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itgp itgp code 也就是说302 这样那个这样的一个编码 那么当服务极端接受到302这样的编码 他就客户端啊 当客户端接受到这个服务极端传递过来302编码之后 他就知道他的支持请求被服务极端跳转了 然后他就会让向服务极端又发送过来的那个地址 向那个地址再一次发送请求 也就是说他会发送两次请求啊 嗯 那如果我们使用其他的 比如说402点传递一个请求 他其实就只有一次请求啊 所以说就建议呢 就是说 嗯 尽量的 少使用reform redirect 那少使用 因为你多一次请求就多一次响应啊 那么就会造成这种网络的这个阻塞啊 所以说 呃 402点传递方案 他有利于这个减少服务器的请求啊 保持地址来UR不变啊 使用transfer有一个特点啊 注意啊 就是说我们如果reform redirect了 是不是页面的那个那个地址也会随着我们reform redirect发生变化呀 对吧 但是transfer它的地址不会变啊 它容颜显示都是第一次访问的那个地址 啊 虽然你在内部可能又把它跳到另外一个页面去了 但是它的地址不变 但是如果说这种情况不对你有影响的话 那你还是应该去使用servor的transfer 啊 啊 那呃 那么就是说容许你将这个quare stream和form的变量传递到另外一个页面去啊 可以隐藏UR中传递的参数 那也就是说 它这个servor.transfer它是它是这个不会让你的这个传递的参数消失的 它能够继续把它带到另外一个页面上去啊 啊 那么 但是servor的transfer呢 和servor的transfer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redepart redepart它可以跨站点跳转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它可以跳到另外一个页上面去 对吧 另外一个这个页上面去 但是servor的transfer只能够同站点跳转 它不能跨页 啊 这是它的一个区别 一个区别啊 如果说你一定要实际上跳转另外一个站点 那你就没有办法了 你只能使用啊 report.redirect 那么 那么这个地方微软的有一个建议啊 就建议呢 使用这个servor.transfer对象呢 或者跨页发生的方法在同一个应用程序中进行这个页面传递 啊 那么就是说如无特殊需求的话 优先考虑选择servor.transfer进行这个页面跳转 啊 其实我们还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还有一个servor.execute 那execute这个方法 大家注意它是不能够啊 这个保持这个传递数据的这个 就是说比如说quare string form 我们这个变量它不一它不能够带到另外一个页面上去 所以呢 它它其实呢不如这个transfer呢 servor.transfer servor.transfer 呃 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实现跨跨域挑转 那么微软就建议 你用这个transfer servor.transfer 来进行挑转 它的性能可以相对来讲要高一点 好 那么Abitolet的性能调整里面的优化里面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数据库访问这一块 啊 数据库访问这一块 啊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会用在 在Abitolet里面我们会用Abitolet去访问数据库啊 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 啊第一个就是将servor和存储过程啊 用于数据访问 啊 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点代Ferro.transfer提供的所有数据访问方法中 使用servor.transfer进行数据访问是深层高性能可说放的 web应用程序的推荐标准 也就是说 你servor.transfer 和servor.transfer 结合效果是最好的啊 因为呢 他们都是微软的 这个自己的产品啊 所以说它的这种结合是最是相对其他的数据库来讲 它是首推啊 servor.transfer 比如说如果你能够用servor.transfer 能完成的 你就应该用servor.transfer 不要考虑用其他数据库啊 那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 呃我们使用servor.transfer的时候 虽然我们用Abitolet啊 我们也可以用那个 oridb这种方式去连接我们的servor.transfer 但是呢我们还是强烈建议大家使用啊 他给我们推荐的类就是servor.data.sqclint 这个里面一系列的类去完成对servor.transfer的访问 啊 那么因为这些类都是微软经过 专门访问者说过了 经过优化之后的 啊 虽然我们k2oridb等其他方式访问啊 那么还有一点啊 就是尽可能使用 预编译的这样的一个充足过程 也就是说 建议你多使用充足过程 那当然他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你还是去一定要注意这种负重 就是说你的数据库将来嗯 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啊 移植的可能性很小 这种情况下 那你就优先选择使用充足过程 那肯定会对你的性能呢 有所提高的 第二个 将sql data reader类 用于快速止进 数据游标啊 那么实际上呢 在这个adu.net的优化 这一块里面呢 非常推荐的是使用sql data reader类 但是我们实际上上课 给大家讲的时候 实际上 就没有太过于去强调这个类 但是这个类上在优化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还是建议使用这个类的 使用这个类的时候 有一些注意事项 是吧 一定要注意 晚打开 一定是晚打开 找关闭 对于数据库的连接 一定要做到晚打开 找关闭 那么为什么说 我们说sql data reader这个类去访问数据 它具有很高的性能呢 因为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只读指向前的游标 是吧 只读指向前的游标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不需要去维护 它已经读取过的数据 它一边读取 一边在类似中销毁 它已经读取过的数据 所以说在类似中 它始终只有一行数据 所以它不会占用你的类似 跟data side的不同 data side的 它是把所有的数据 一次读取到类似 所有类似中 会重取大量的数据 这本身就会有 一种非常隆重 但是这个data reader 它就是 非常小巧灵活 只读指向前 那么就是 不需要去维护它的资争 也不需要去维护 已经读取过的数据 所以它的速度和性能 是非常快的 那么什么情况下 适合使用这个data reader 那就是我们 比如说一个下达列表框 我把这个指教 填出到下达列表框里面去 绝对是非常适合 使用这个data reader的地方 因为你读取到 里面去之后 你就不需要 因为你不需要再对这个 下达列表框里面 进行修改啊 包括我们把这个数据 读取到之后 快速显示到我的这个 listbox 或者说快速的显示到 我的这个 girlway上面去 而且这个girlway 是指读的 不需要这样修改的 这种情况呢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需要绑定一次性的绑定指图的 数据 那都比较适合使用 sqdata reader sqdata reader 第二部分的第二个建议的这个第三点啊 就是尽可能的缓冲数据和页输出 这个对于提高性能呢 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在使用epidolet的缓冲 是应该注意以下这样的一个事项 首先第一点就是不要缓冲太多项 因为缓冲虽然有优点 但它有它的缺点 它会占用这个大量的内存开销 不要缓冲容易重新计算和很少使用到项 对吧 这个道理我们在讲缓冲的时候也给大家讲到过 平凡计算的平凡变更的内容 你不应该缓冲 是吧 另外一个很少使用的项 就是说这个页面很少被访问 对吧 那你也没有必要去缓冲 是不是 那么三 其次给缓冲项分配的有效期不要太短 啊我们上课讲的每隔十秒钟 每隔一百二十秒钟啊 去这个更新缓冲 我们只是为了上课的时候看到这个效果更明显 但是你在做的时候你肯定不要去每隔五分钟 每隔十分钟去换去更新缓冲一次 那样的话就太太这个消耗资源了 你最好是比如说每隔半个小时啊 或者说每隔一个小时每隔一天 就是说你尽量的时间要长一点 那如果过短那肯定也会占用这个开销 占用开销 啊第四个就是可以考虑把这个静态的变化不大的或者是不经常变化需要动态加载的内容呢 放到这个呃 放到空件中使用缓冲技术啊 啊那也就是说建议使用这个 as cx 空件 然后 然后呢 as 空件缓冲 那它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第四点就是实当的使用这个sircle缓冲依赖像 那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到的这个缓冲依赖像 呃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去使用基于表的这个sircle的缓冲依赖像的话 那么强烈建议大家 如果你的后台数据库还是2000的话 一定要把它更换为2005 升级为2005 啊 因为我们知道2000和2005对于这种sircle依赖像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它的这种原理是不一样的 啊 2000它是不断的浓寻 就隔一段时间去查询数据库 这个性是损伤的非常大的 但是2005呢 啊 它上知识通知啊 就是说当这个数据变化的时候 它会轻松主动通知 那么它比这个浓寻的性能又会好很多 啊 又会好很多 那么对于这个呃 呃 表级的这样的一个 sircle缓冲依赖像啊 实际上 倒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种缓冲缓冲 缓冲 缓冲数数据的一种方式 那么第五点 那使用数据源分页和排序 而不是使用UI分页和排序 啊 啊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增分页 啊 就是应该增分页 不要去 虽然说我们用这个sq data source 也可以选择排序 啊 但是呢 我们那种排序 应该来讲效率和性能都不会有太大的提升 啊 我们应该选择增分页 啊 增分页呢 绝对是能够大大提高我们 啊 这个数据访问速度的一种做法 对吧 啊 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数据我们几乎是一个原则 永远都是需要分页的啊 永远都是需要分页的 当你真正在 在写我们的那个 就是说访问数据一列表的方式暂时数据的时候 啊 所以说我们肯定要增分页 所以说大家其实 可以感觉到 除了这个增分页啊 啊 啊 这个这段代码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 啊 因为我们只要我们做 我们做这个 我们的这个 应用程序 我们肯定要用增分页 肯定要用增分页 啊 这个能够提高性能 啊 很是很显著的能够提高性能的 啊 因为我们知道 一事情返回一万条记录 和一事情返回四条记录 那很明显这个 发回四条记录 它的性能要高很多 呃 那么 关于Aepidolet 啊 这个优化这一块呢 第三部分 就是啊 优化编码 啊 优化编码 啊 那么这里呢 提到的第一点就是不要依赖代码中的异常 也就是说我们尽量的不要 在异常里面写大量的代码 就能能够 呃 这个 不写异常的尽量不写异常 啊 如果过多的去依赖异异常的话 会造成我们性能的这个下降 那你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时候会偷人写这种做法 比如说我判断这个这个 输了这个这个变量啊 输了这个整形值 输了这个文本框的值啊 是否是合法的日期之间内心啊 是否是整形值 我们常常就会定义一个变量 是吧 然后呢 强制把它转换成为 接受这个值 强制把它转换成整形值 然后如果缺开启啊 如果这个转换失败 就跑到开启里面去了 然后弹出提示 告诉他请输入啊 请输入这个整形值 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做法 那因为你是依赖异常把它弹出来了 对不对 你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吧 比如说你完全应该是通过客户端先验证 他到底输入的是整数还是 还不是整数 对吧 就是说你不应该一来一场啊 一来一场你是以这个牺牲性能作为代价 第二个在托管代码中 从啊重写调用密集型的COM组件 在一些复杂的程序里面啊 复杂的项目里面 那么我们经常可能会需要用到啊 用我们的这个 托管代码去调入我们以前 CC加加上面写的这个非托管代码啊 非托管代码啊 这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啊 也就是说有一个优先的原则 也就是说同样的功能 如果说我们能够通过 我们点赞的内裤自带的这个托管代码 内裤能够完成的话 我们尽量的不要去使用啊 第三方的非托管代码去完成啊 因为他他们他们俩实际上是为了 就是说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啊 以后全是托管代码 全是托管的这个内裤 没有非托管的 为什么说还会有非托管 就是由于这个啊 就是说这个过渡 这个过渡的过过程中间 出现了一些历史一流的这样一个啊 历史一流问题啊 所以说就是说呃 就是这种原则啊 就是尽量的少调用啊 就要看这些 这样的第三方的看不出现啊 虽然看上去很酷啊 但事实上对你的性能啊 包括你的安全性都会有一些隐患的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 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这种啊 内存泄露啊 也就是说他不会帮你自动回收的 你需要自己手工回收啊 其实呢 在这个嗯 AVDAOLED这个硬服务器材的优化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化 这个里面没有提到 那我们简单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们的静态液技术啊 静态液技术 这个大家嗯 我希望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这一块内容去看一看啊 去了解一下 它的原理其实呢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说 我们发布我们的这样一个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对外发布的时候统一的都是ITML页 就是把我的网站静态化 把我的网站静态化 因为你想一想 我们的网站本身是个假如是AVDAOLED做的通 都是AVDAOLED的页面 那么当当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去请求我们的页面的时候 他要经过一个AVDAOLED的生命周期啊 就说首先经过IS IS判断请求的资源 如果发现准备名是APX 那么他就交给这个啊 IS APIDIL来进行处理 IS APIDIL呢 再去走啊 这个AVDAOLED的生命周期啊 然后呢 再返回这个 再返回那么 处理过了之后的这个ITML代码 然后再通过IS返回到客户端 他要走这一大圈的流程 而这一大圈的流程上是非常消耗服务端的资源的 那么我们希望希望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有一个后台 理想动态是这样 我有一个后台 对每一个页面进行一个定制 啊 就是因为你每一次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走来一串之后返回ITML 那我为什么不能够 中央来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就已经准备好了 这样的ITML 就不需要再走那个后台了 而这个后台这个程序又是动态的 需要结合我数据空中来生成的 那我为什么不能够事先生成好呢 我事先就把我的那个 epidolet的页面给它编译成静态了 啊 然后当中后再来访问我这个页面的时候 那我就把它转向为 访问我的静态页面 这样的话就 绕过了这个epidolet的生命周期 这一段这个编译的过程 速度就会大大调 所以说现在 一般像一些内容发布网站 CMS 基本上都是静态化的 像这个新浓啊 新浪啊 雅虎啊 这些新闻 这个页面内容非常大 它其实都是静态化的 但是呢 它完全静态化肯定是不行的 它肯定是需要退合数据库来做的 就是说 你完全静态化 你就意味着什么啊 就意味着新闻变化了 是不是手工编辑这个ITML 页面的圆码啊 对不对 这种做法肯定是 很不推荐的 我们肯定是 如果动态化的变化了 我数据库内容一改 然后立即化变化 对不对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有个后台 一点击 重新生成静态页面 是不是 那么它就全面生成了 前台呢是仿这个生存后的静态页面 对吧 其实它的 它的这个这个 思路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要具体实现它 其实我们有很多种实现方式 其中一种最简单 最原始 最简单的 也是最原始 也是最常的那种做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事先会设计好 这样的ITML模板 把那些需要 我们的模板里面一定会有一些 永远都是静态不变的内容 但是有一部分内容是需要动态变化的 那么把那一部分内容做成一个标记 吧 比如说 发个0 发个1 做个标记 然后当我们去 深圳它是实际上就相当于什么 实际上是不是相当于调入我们的文件流 去读取这个文件 然后把那个标记替换掉 然后再写文件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这样的过程 它的这个最本质的思路就是这样的 当然还有其他更各样的方式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如果说将来 假如说遇到你的公司教训 你的网上静态化的话 那么这个思路就是这样的 关于这个静态化这一块的 这个内容也是非常多 大家有兴趣也是建议 就是到网上去查找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但它的思路就是这样的 它的原理也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就不多讲 但是它绝对是就是说我们网站性能 就是提高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 除了缓冲之外 第二个要考虑的可能就是这个itml 页面静态化 好 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讲的 就属于itml页面的这个优化 itml页面的优化 事实上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它实际上是于前端设计师 网页前端网页设计师的这个工作 实际上作为一个大家有免的不要以为这个 做itml很简单 是吧 专门做网页的很简单 事实上 你你到这个雅虎的UI 啊 你到这个新浪的这个UI 你看他们那些前端 专门设计这个前端的这个页面的这个设计师 是很了不得的 他们有很很很丰富的这个经验在里面 而且呢 要求非常高 要求是非常高 啊 就是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东西在里面 远远不是我们想象就是DIV加CSS 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其实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去把握的啊 啊 页面优化 那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DIV加CSS一定是你应该考虑的一种啊 那么具体的细节包含的有很多 像第一个 你优化了一些种子 就是说什么时候应该优化啊 优化呢 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啊 应该是持续存在的 当你开始做一个功能的时候 其实优化就开始了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就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而我们往往认为新工新做的功能就是一个啊 是一个优化好的功能啊 殊不知呢 这个功能或者会影响到其他的功能啊 或者呢 先把功能做摆子 其实稍后再去考虑优化也不迟 也就是说 优化和功能来讲 我们可能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更主要的可能先去考虑功能 完了之后有时间才去考虑优化啊 那么第二个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要去优化啊 就是你这个 因为优化你肯定是要牺牲这个 呃你的时间啊 和你的效率为代价啊 啊 牺牲你的时间和你的工作效率为代价 对于你这个网页对用户要求不高 而且你足以满理他了 那你就不要 你就没有必要去优化 直到客户提出来了 你这个网页速度很慢了 对他已经造成很大的 他就明确提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你才 呃 才可以去去 需要去优化啊 优化时候呢 需要写下用力来驱动 什么条件测试的结果怎么样 有了测试用力 我们才能做到有的放肆 啊 优化是需要保存系统的一个快照 有了这些历史信息 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对比 去寻找不足和继续啊 可需要继续优化的地方 也就是说优化时候你不要想到哪就做到哪 你应该也有一整套方案啊 就是测试用力 那么优化需要针对的是系统的瓶颈所在 如果你优化的时候 你一定要优化最能够这个 就是最影响你系统的这个性能的那一块 你不要 你一讲优化了 首先就说我来把页面改成DAV加CSS 事实上数不知最影响你优化的可能就是数据库那一块 对吧 你一定要找你系统的瓶颈在哪 你你这个优化最最最问题最 就说那个数最慢的那一块在哪 先走那一块入手 其他的先可以去放一放 就好像治病一样 先把那个癌症 先把那个症结那个地方先给它治了 其他那些小小的问题先放到一边 那么对于一个网站页面的优化又该如何入手呢 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一个网站的优化也是有一个三个阶段 其实这个原则性的东西 就是我们优化我们的网站肯定要考虑三方面 第一个就是加载 你加载页面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考虑怎么样加载的更快一点 是吧 其实是渲染 那渲染渲染就是什么指的就是说这个图片的加载啊 还有这个这些这些的这个这个这个加载啊 这些地方都是属于这个渲染这一块 渲染这一块 就是已经加载的本地了 接下来要呈现了 啊 如何让它呈现的快一点 啊 那么第三个就是小是任何的小 小又任何的交互 把任何点一个按钮啊 发送一个请求 怎么那个请求那更快的发送 而且更快的接收 就是你的这个页面的优化呢 你也是三方面去考虑的 那么三个方面需要采入不同的优化策略 其中一个网上有个非常经典的就是雅虎的啊 雅虎提供的一个这个网站优化的34条黄金种则 雅虎UI啊 雅虎的UI 特别是呃 国外那个雅虎的UI 上次都是世界有名的 有时候雅虎UI上做的最好的啊 就是说很多的时候一些一些网站的这个就是说这个 特别是做前端的往往都是向雅虎看齐啊 雅虎呢也公布了一些这个呃 一些原则性的东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呃 呃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些建议 那么他把它分为了啊 这么一些一些优化的部分啊 那么这里呢我们嗯 带大家主要的大致的看一下啊 如果嗯 这个这些文档都会给大家 那么大家下一集中呢 呃需要的话呢可以详细的去呃 浏览一下这里面的内容 那么首先看第一点 就是他建议啊 总共有三四个建议啊 第一个就是尽量尽量减少这个ATP请求的次数 那这个肯定是应该是这样的对吧 你自说请求的次数越少 你响应的次数就越少了 速度啊自然就快了对吧 因为你你请求你肯定要经过网络的 那就是说中端用户小型的时间中有80%的是用于下载各项内容 这部分时间包括下载英美中的图像啊 那样式表 脚板 flash 通过减少页面中元素啊 可以减少ATP请求的次数 这就提高了网页的速度的关键步骤 啊 就是说减少页面中的元素 尤其是我们的第一品啊 就是说你的网页的第一品 往往对这个网页的性能影响是非常关键的 哪怕你第二品第三品稍微慢一点 你的第一品一定要速度非常快 所以说其实你在第一品的时候不要太 不要太加载太太丰富的元素 内容不要太多啊 或者说你一定要通过一些方式让他能够延迟加载啊 那么减少页面组件的方法其实就是简化页面设计啊 也就是说他建议什么呢 建议这个地方啊 就是建议这个啊 简化页面设计 因为我们简化页面设计其实就像当里是简化 减少ATB请求的室所 大家不要把这个ATB请求室所狭隘的理解为 敲一个网址 点击请求啊 点一个链接请求 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ATML页面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地方 它是需要到服务端请求资源 比如说 大量的CSS 是不是 大量的加发script 大量的图片 图片是不是个SRC啊 SRC指向的是不是服务端的一个资源 那么然后大量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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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ash 这些东西你是不是都相当于是你同时向服务端发送请求啊 他说他这个是尽量减少ATB请求的室所的意思就在于这里 如果你这个减少的越少 你的网页的这个呈现的速度肯定是越快 肯定是越快 这是一个减少这个提高网页速度的一个关键步骤 对吧 就第一批你尽量的少一些 尽量的少一些 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地方有一些具体的细节点 就是合并文件啊 他建议通过把所有的脚本放到一个文件中 来减少ATB请求的方法啊 我们这个我们的同学呢 因为我们是做程序员出身的 那么比较习惯的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呢 分门别类的存放 对吧 我们老师就这样教我们是吧 这样方便我们的编码啊 而且的话呢 就是这个也 也容易维护啊 但是呢 你一定要注意 当你真正发布你的网页的时候 往往就要把这么规则打乱了啊 你可以维护两个版本 一个是开发版本 一个是发布版本 你发布的时候 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文件都应该放到 比如说所有的GS啊 所有的CSS都应该放到一个页面里面去 这样的话呢 是啊 有助于这个网站的 因为他他是不是等于是减少了请求次数啊 对吧 你要放三个三个文件中 他是不是要请求三次 那你放到一个文件中 请求一次就可以了 啊 那么还有一个呢 嗯 他建议利用这个一个叫做CSS Esperator 这样的一种技术 来减少图片请求的有效方法 什么叫做CSS Esperator呢 这是这个做CSS 这个这个里面的一个非常高级的 应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技术啊 所以CSS方面呢 他是把所有的背景图片 都放到一个图片文件中 然后通过CSS的Background的Imagine 和这个Background的Position这样的属性 来显示图片的不同部分 大家经常看到有一些国外网站 你像下的这样一个图片里面 他说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块图片 一个图片一个图片 他是所有的图片好像都在一个文件里面 然后他通过这个CSS定位 这个 这一个呃 元素呢 显示哪一块内容 是不是啊 他其实这里面他就用到了这个什么呢 用到了这个CSS Esperator 他为什么这样做 其实他这样做的目的 还是为了减少ITB请求的事数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每一个Imagine 对应了一个SRC的话 那么我有十个Imagine 是不是我请求十次啊 但是你如果是一个一个图片背景的话 那这个图片请求只需要一次就可以了 其他的你通过在客户端CSS定位 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特别是我们那个网站要求这个界面 非常丰富的情况下 我们图片是不可缺少的 这种情况下 那就应该可以用CSS Esperator的方法 来大大的提高我们网页的这个展现的速度 还有图片地图 图片地图 那么还有像这个内联 内联图像啊 等等这样的东西的话呢 大家有兴趣 直接上去好好看一下啊 我们简单的带大家来看一下 嗯 那么还有像这个第三条啊 我们简单挑挑一些 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避免这个跳转啊 避免跳转 跳转是通过301和302代码来实现的啊 这是一个响应的头部 大概这是ITB响应的头部 那么如果说 STB响应的301就是说明你的页面啊 被跳转了 然后就会告诉你 跳转的这个页面的另外一个新的网址啊 新的网址 那么尽量的去避免这个跳转啊 那么尽量的去避免跳转 那么也就是啊 可我们那个Abidolette里面讲的那个 尽量的Source and Reproduction Director 其实呢 呃不毛而合是吧 可缓重的Jax 也就是我们的Jax 啊 那么应该呢 尽量的让它能够缓重啊 这样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好 好处就是由啊 就是其 从后台服务器传输信息的异步性啊 而为用户带来反馈的即时性啊 但是使用价格式并不能保证 用户不会在等待异步的Jax Scrib xml 响应上航空时间 在很多的应用中 用户是否需要等待 响应 取决于架子如何来使用的啊 比如说一个基于web mail的这个客户端 用户必须等待的价格返回 符合他们要求的条件产品结果啊 所以记住一点 逆步呢 并不意味着 即时啊 这很重要 所以为了提高性能 那么优化价格的响应 是很重要的 提高价格的性能 中的措施最重要的方法就是 使响应具有可缓重性 具有可缓重性 啊 那么其实呢 通过通过这样的一个缓重 我们可以在这个这个 这个ITPP让那个头部啊 设置它具体的缓重的方式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啊 啊 可以去看 具体的去看一下 就是你怎么样 可以让这个ITML页面缓重 它是可以通过ITP头部的一些设置 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啊 那么一旦这个ITML取过来 所以 价格取过来所以之后 你应该让它缓重起来 缓重起来 啊 那么以下几个也比较有利于这个 价格缓重 啊 那么这个呢 大家自己自己去看一下 啊 第五点 就是推辞加载内容 推辞加载内容 那也是我们 比较常见的一种客户的 优化方式 啊 呃 那么你像 包括我们的这个写的GS 啊 我们很多时候就应该建议 把这个GS写在onload的时间里面 就说这个页面加载完毕了 你才去做啊 这样的一个GS 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GS 他其实建议你一个技巧 就是GS尽量的放在你的那个尾部 就是你的你的那个 我们通常写GS 希望把GS的代码的引用 放在我们的头部 但是这是用不错的 不好的做法 因为如果一旦GS出错 他很可能就会阻塞你的这个程序 继续执行下去 整个页面就是一片空白或者等待 应该把你的GS代码放到尾部 这样的话页面加载完毕了 即使GS出错了 也不会影响你的页面的加载 啊 所以这其实也是这个推 推辞加载内容的一个 一个体现啊 一个体现 还有一个就是 预加载 预加载 那么这个预加载上特别是针对这个图片 很多时候他会采用这个 预加载这种方式 预加载这种方式 啊 啊 那么还有就是减少这个DOM 元素的数量 是吧 减少DOM元素的数量 那其实这个也和我们呃 时常讲的那个 DIV加CSS 有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利用DIV加CSS 实际上就是为了来 简化我们的布局 同时减少我们DOM的数量 对吧 因为你如果要是通过TABLE来做的话 TABLE TR TD 它会存在着很多不同节点的道路 对吧 整个整个元素就会很复杂 啊 那么还有一点也很重要 就是使IFRAME的数量最小化 啊 我们经常习惯为了让我们的网页里面 能够嵌入多个网页 我们经常会习惯用IFRAME 但是这个IFRAME呢 尽量的扫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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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RAME的缺点 啊 你看 就是说即使内容为空 啊 加载也需要时间 就即使IFRAME里的内容是空的 它也需要加载IFRAME 包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它会阻止页面加载 如果一旦IFRAME里的内容没有加载完毕 这个IFRAME就加载完毕 后面的内容可能就不会加载 啊 那么没有任何的语义 就是IFRAME 你插入IFRAME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IFRAME代表什么意思 啊 就是说你这个IFRAME到底玩什么事情 你根本就不知道 啊 所以说呢 他也也也不利于我们页面的维护 啊 还有第十点 不要出现失灵式错误啊 这个很容易理解了 就尽量的不要去出现失灵式错误啊 那么包括使用文件头使用缓冲啊 就是说利用文件头指定这个来来来 想用缓冲啊等等啊 还有通过GIF去加速文件内容啊 尽早的刷新输出缓冲 使用GET方式 建议使用GET方式来完成和加入请求 把样式表置于顶部 这都是这个雅虎的这个 就是说UI啊 啊 这个给我们的建议啊 给我们的建议 那么避免使用CSS表达式 在CSS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就可以使用类似于这样的一种表达式 但是呢 他也是建议你去少去使用啊 那么尽量使用外部的加速文 CSS啊 那么使用外部的这个加速文 CSS 一个好处在于什么呢 就是可以缓冲 对吧 可以缓冲啊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削减加速文 CSS 如果你的网站存在着大量的加速文 CSS的话 那么大家在发布的时候 一定要把你的加速文 CSS要 压缩 要压缩 他有有很多这方面的工具 啊 包括像JSMIN和这个 Yahoo UI的Compressor 他们都可以很好的做到把你的这个JS进行压缩啊 可以把你的这个压缩 呃 比如说你的JS可能如果比较大呢 可能是 就是他家的压缩最高的能够达到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上百倍 啊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在这个CSS里面 我们常常用这个Link 还可以用Import 这两种方式来导入我们的加速文 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对吧 应该尽量的少用Import 应该多用Link 啊多用Link 还有你看这个也提到了 就是尽量的把脚本置于页面的底部 那尽量的把脚本置于页面的底部啊 那么删除重复的脚本啊 删除重复的脚本 减少对于DOM的访问 那 减少对于DOM的访问 那么可以用以下几点来做 第一个缓重已经访过的 访问过的有关元素啊 说这个DOM如果已经得到了 你就应该把它缓重下来 这个最常见的做法是什么呢 有没有经验的这个同学呢 来写这个加速代码的时候呢 他常常经常喜欢写DOM的 该谈的白埃D什么什么 然后呢调用它的相关方法 但是有经验就不会这样写 有经验的应该是把这个DOM的该谈的白埃D 这个元素 附给一个变量 以后需要用到的话 就直接用这个变量 这种防止就像当于什么呀 就像当于是缓重了已经访问过的 这个页面元素 因为你每一次调用这个DOM的该谈的白埃D 这种方式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在整个的页面上做一次检索 非常非常的没有效率 避免使用加速度来修改页面布局 因为你一旦修改页面布局 那实际上就涉及到加速度来更新DOM的 加速度来更新DOM是非常耗试的 非常的AE很容易出现这个百分百百百百的情况 那么还有下面就是关于这个Cookie 优化图像这一块了 还有就是尽量减少的Cookie的体积 那么还有优化我们的图像 优化这个CISP 还有不要在ITML缩放图片 那么对于我们网页 如果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网页 那么有一个个性的图标的话 那么我们会通过这样一个东西 可以使我们的网页有一个 有一个自己定义的这种图标 但是呢对这个图标要慎重 那一定要小而且允许它换充 那么保持单个的内容要小于25K 那么这个指的是什么 指的应该是CSS或者是什么 就是说每一个内容都不要大于25K 那么打包组合或者复合文本等等 这个反正就是说 这是它给的一些建议和优化 就是如果将来我们需要用到优化 客户单这一块 那么建议大家好好的去学习一下 这个亚服的这个网站性能优化的 最佳体验的三十四条黄金法则 关于这个前台性能优化 其实非常的多 那么这三十四条 应该讲是被广为传载的 因为大家都都是 都是最基本的三十四条 都是公认为是非常正确 而且是经验之谈 所以这个地方提出来 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